那是2006年盛夏的科羅拉多 當全世界最頂尖的爬山賽高手 齊聚於這海拔4301名的陡上經濟殿堂 願誰都不願將目光 離開那沿著派特斯風登陸 餐天上雲霄的紅白妹 當那架由綽號怪物的日籍車手 Nobihiro Tajima所駕駛 以區區的7分38秒衝線 甚至一舉開啟了 在2006年無限組冠軍霸躍的 Grand Vitara身上 當然 那終究是平行時空下的終極速度機械 全民的Vitara 更早已轉性為通勤友好的都會人跨界 所以 所以啊 我們要駕著這台全新的Vitara 1.4S O-GRIP 前往那位在新竹五峰鄉的輕食產業道路 並且進行一場啊 前所未有的普通派克斯風爬山賽 雖然啊 近年來 Vitara早已轉性成為一台不折不扣的這種都會緊湊型修旅車了 但事實上啊 相較於多數 看起來好像很Outdoor 但實際上卻對爛路過敏的那些對手們而言 這台車更有著一套啊 看似簡單 但實際上卻非常細膩的O-GRIP四十四輪傳動 再加上總能令我們眼睛為之一亮的1.4T跟6AT的組合啊 我深信他絕對能夠輕鬆的去勝任多數人心中對於輕度越野的想像了 但是 這台車 是否啊 能夠在有限的時間之內 通過這布滿的爛泥 碎石 並且必須要在15公里之內 抖上1200公尺的 終極爬坡試煉呢 Let's find out 這台車 或許你會很好奇喔 明明那些在跑派克斯風的Vitara們 都是一些有著超過千匹馬力的工廠塞車 跟一般的road car已經是天差地遠了 為什麼你還是會想要來做這樣子的測試呢 但我也必須得說喔 我們確實試過Vitara 也對它這種向來想要透過本質去贏得消費者青睞的這種做法 深感戰孔 卻從來沒有試過這台車在越野路面上面的表現 尤其如果你知道90年代當吉星第一次國產的時候 在台灣所捲起的那種全民的越野熱潮 真的是讓人印象非常深刻 就算現在的Vitara已經轉型成為一台徹底的CUV的作品 尤其它還是一台onroad表現非常厲害的這種緊湊型修律 但是就我對SUZUKI一直以來的認知而言 這台車它的本質應該是不會跟當初主打從城市到曠野 都能夠說走就走的這種都會休旅先驅的吉星 它的這種調調有不太大的區別的 可能會有網友覺得你們也不過就是要去一條產業道路 用普通派克斯風來形容是不是有一點太唯言聳聽了 但我要說的是雖然派克斯風帕山賽有著一個將近20公里的總長 而且其中又有著18.8公里都是平均坡度7%以上的陡上路段 它還必須得從海拔約莫2800米一路往上衝將近1500米 來到4301米的這個派克斯風公路的終點 所以當高海拔這一點就已經令總長只有14公里 而且上潘也不過約莫在1200米的輕時道路 顯得比較小而顆粒一些 但論這個比例兩者之間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再加上輕時道路基本上到了最後的大概3-4K的地方開始 都是完全沒有鋪裝 甚至雨天就會變成爛泥巴的路段 所以也恰巧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來看看所謂本質的CUV 夠不夠硬派 說Vitara硬派 真的不是我在好笑 這一句車長不及4.2米 剛性極佳的匈牙利之車身 甚至是極具當中最輕巧的 即便你今天買的是四輪傳動的版本 它的車重也在1260公斤 假如你開的是前驅1.4T的Vitara 它甚至乾重是不到1.2噸的 所以在任何的使用之下 它都可以呈現出一種非常有效率 非常輕快的感覺 更造就了 不管是在都會 在高速公路 在郊區的山路 都通吃了這種多機的性格 就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六速自排的配置 在這一個通常都 甚至都有八速 九速 十速的年代 好像不是那麼的合時宜 但事實是 它的動力跟它的持筆 搭配的是非常便宜無封的 除了可以很輕鬆的 像我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繳出超過20公里 每公升的平均油耗之外 它的加速的延展性 或者是在150公里以內的反應 都是非常的游刃有餘 而且不顯衰竭 尤其是在公路之中 逢車 超車是完全不顯費力的 一切也要歸功於22.4公斤 你可以在1500轉 持續輸輸到4000轉的扭力 最重要的是 我剛發現 小改款之後新增的這套ACC 即便它在煞停之後 隔兩秒會自動解除 而且也必須要到時速40公里以上 才能夠再次的開啟 但是假如你像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遇到的車潮 就算前方的車輛已經煞停了 只是當它偵測到前面還有空間的時候 它並不會在第一時間直接減速到0 而是會盡可能的向前 如行到只剩下約半個車身的距離 它才會靜止下來 而且只要前面的車流再次開始移動的時候 你只要resume 它馬上又可以開始繼續跟車 所以這一點真的是蠻不錯的 而且這一回小改款之後 你也可以選CarPlay 有多新增的這個中央扶手 其實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真的是非常有勁 每一次開到BoosterJet的 都會不禁地想要稱讚這一座動力總車 的這種衝勁 就是這個扭力感 實在是太棒了 而且直到你來到了蜿蜒的山路當中 並且將它的駕駛模式切到了Sport扭之後 瞬間化身成為一台 不誇張 就是一台鋼炮 該有的這種感覺 雖然這台車它的懸吊 畢竟這個行程還是比較長 主尼的設定上 也不是像SX4那麼樣的硬朗 可是因為它的車身夠輕 再加上本身的剛性 真的是非常的強 所以一來可以很輕易的 就隨時保持在一個 很理想的貼地的狀態之中 二來也因為它的回彈設定的 非常得意 所以即便車身是會有這麼一點扭動 畢竟過彎的時候它的重心還是比較高 可是側傾控制的呢相當得意 車身也非常容易回復到這種穩定的狀態之中 所以它的循跡感其實是非常強烈的 而且指向真的是夠靈活 而且因為有四輪傳動 所以抓地力又好 或者是當你有失速的狀態發生的時候呢 也比較容易救回來 所以某種程度而言 我認為它的駕駛樂趣甚至是 勝過市面上某些主流的中型鋼砲的 而且憑心而論 也因為懸吊形勢設定的比較長 所以它開起來真的是比SX4 又來得好喜更舒服多了 偏偏又是這麼的輕巧靈活 你看 嘿 哇 唯一一個真的讓人覺得比較匪夷所思的是它的中控儀表 雖然這一個新增的全彩液晶螢幕 它的不管是Graphic啦 或者像是這個可以顯示車輛的動態機質的這個圖表啊 跟它的這個渦輪表的這些設計啊 真的是看起來很戰鬥 又有著像是換檔撥片的功能 可是切換儀表的方式 不是在這個看起來琳瑯滿目 有著諸多按鍵的方向盤上面 還是在這邊 很跳動耶 當然啦 很多網友喔 可能會對Vitara 已經一舉來到91萬的定價 有這麼一點疑慮 尤其當你又有著這麼樣的 這麼樣的樸實又不花效的設定也好 或是它的諸多設計啊 到底它的魅力又在哪裡呢 但我也必須得說啊 這真的是一台非常耐開 極其實用 很討喜的車子 因為一來喔 它的這種非常出色的效率感啊 確實讓它在不管任何場合當中 都顯得非常如魚得水 而且巡航時的路感 還真的是遠離想像中的出色 空間利用力更是沒話講 因為雖然它的軸距只有2米5 而且後座 看到它你可能會對它的椅背的角度 感到不是很滿意 可是你實際坐進來之後 座椅的高度設定得宜 再加上它的後座椅面夠長 大腿的貼合性夠好 所以久坐竟然也不顯得累 那即便啊 這個375公升的行李箱容積 是沒有SX4來的出色 而且重身也不及它的表現 可是也因為它很方正的這個造型 所以實際上用起來的感覺 是超過帳面上的375公升的水準 那你說用料 雖然它的硬速料用的真的很多 這種樸實的設計最大的好處 就是會讓你有更多的心思 可以來細細的品味 我認為這車就是CUV界的無印良品 就是它們或許都沒有那種 很繽紛很搶眼的設計 或者是多麼誇張的用料 但它們追求的是一種基因能 一種實用性的實感 當樂趣從來都不曾缺席 在途更18.5公跟靈地刀的Vetara 那先天靈活又快意的動態客池 只叫人驚訝又驚豔的它 更多的是當車格徹底融合以後的多期本池 與充滿了各式萬味的百變性格 甚至令人對隔天的系列 多了分沒來由的自信心 當我們趕在最後一台天光落下前 打了山腳下的青泉附落 乘著日夜前夕的空檔 我決定四處繞繞 打發時間之餘 更要看看這台版派克斯風的故事 第四處 第四處 克羅古道大概通常要多久 開車40分鐘就到了 40分鐘就到了 你要去那邊做什麼 我們想上去看看 好 可是像這種天氣會不好走嗎 一定不好走啊 一定不好走 到俠克羅大概多久 從這邊上去 俠克羅上去很遠啊 要兩個小時嗎 開車去 那邊不太好走 很久 所以開車也要三四個小時喔 那邊路很久啊 你路過一下就很正確了 上去就往那邊走 好好好 謝謝謝謝 想請問一下 你有上去過俠克羅古道那邊嗎 有啊 走輕蝕道路啊 那通常這樣開車上去大概要多久 你抓45分到50分鐘 倒了分三口 那是好走的嗎 嗯 OK啊 大家都很精準的說出45分鐘這個數字 那是看個人 喔看個人 我開的話45分鐘 看膽視就對了 比較熟了 喔 那可是像上面路況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這一條輕蝕道路啊 每年多修啦 嗯 只要有颱風 它一定會有灘湯嘛 嗯 所以到現在還在修 我常常跑啊 送客人到石路 然後到堅實養老接回來 所以是老司機才開得出45分鐘就對了 你看頭髮也知道年紀很大 哈哈哈哈 謝謝 我土生土長 喔 我住在這邊66年了 喔 那這附近有什麼故事嗎 有啊 張學良啊 三毛啊 嗯 那你見過他們嗎 兩個我都見過 哇 那小的時候是張學良見過我 因為你還小啊 喔 不懂事 所以那真的是他的故事嗎 對啊 就是那一棟 以前我洗澡的地方 泡溫泉的地方 聽起來蠻愜意的 哈哈哈哈 哇這是很有意思的存知 雖然啊 到目前為止我們都還沒有問到一個 比較具體的或者是說比較可信度的答案 但我也必須得說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啊 像是三毛啊 或者是張學良 都曾經在這個清泉部落腳 真的很難想像在一個這麼樣 樸實無華的村落 居然有了這麼樣子的故事 或者是說歷史的痕跡 根據喔 我們昨天晚上四處探訪一些本地居民之後 所誤出啊 要想從這一個清泉部落 一路上潘15公里1200米 直到這個約莫在1700多米的 俠客樓國家步道的登山口啊 通常需要花費的時間 也約莫就是落在40到45分鐘之間 尤其你要知道啊 這些年啊 因應這一個林務局的作業工程 所以在這個青石道路後半段的那一些石板路面 基本上都已經被那一些出沒非常頻繁的 伐木的重型卡車 給蹂躏成充滿著泥濘 跟不確定因素的路況了 Bastell 到底啊 我們能不能夠透過Vitara 去做出村民們口中那一個一舉比 Google Map的時間 在推進了15分鐘之譜的 終極爬破成績呢 5秒後不加 哎呀 比較可惜 因為這畢竟是一台四輪傳動車 所以 並沒有那種 像是SX4一樣的前輪的踩轎聲 不過我們現在啊 也只需要切到Sport模式 就可以應付這個出段 還有一些鋪裝的路面 因為你要知道在Sport模式底下 它其實就已經有著前輪70%跟後輪30%的動力分配了 為什麼會想做這個測試啊 還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因為啊 這台車其實還有著一個秘密的武器 就是這一套O-Grip當中的TCS的動態 因為通常啊 當我們在評斷一台越野車的好壞的時候 除了所謂的家裡小這種分時四驅的設計啊 還有所謂的大樓啊 這樣子的放大扭力的功能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啊 就是線滑差速器 為什麼大家說G-Car厲害 就是因為它有所謂的三把鎖 它可以獨立的去鎖定它的前軸中央 還有後軸的差速器 當你針對那種特定單一車輪打滑 然後陷進去 然後需要動力去沒有打滑的那個輪子 來脫混的時候喔 線滑差速器就能夠鎖定 就變得隱藏的重要 但多數的CUV喔 即便它們可以將動力 透過這個中央的多片式的理由器 去鎖定在前後 供給50比50的這個狀態之中啊 可是當它跟這道單輪打滑的情形發生的時候喔 這種傳統的TCS喔 就會再去煞住那個打滑的 輪子的桶式 並且去降低你的動力輸出 這完全喔 對脫混是一點幫助都沒有的 可是在O-Grip上面 它的TCS是採用一種off-road的設計 所以當你在單輪打滑的時候 它雖然一樣會去做夾煞車的這個動作 可是喔 它並不會去降低它的動力輸出 反而是把這個剩餘的全部的動力輸出喔 去透過開放式的差速器 給到另外一側有抓地力的輪子 這才是你真的在野外遇到一些狀況 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的唯一的方式啊 所以不要再說有AWD就哪裡都可以去了 首先你要先瞭解一下你的四輪傳動系統 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才行 在這種真的不是很有品質的鋪裝道路之中啊 你才真的能夠感受到這台車 有別於SX4的一個最大的優點 因為雖然SX4也非常厲害喔 可是它的懸吊設定啊 真的還是硬朗了一點 運動位更強烈 可是沒想到這台車因為它輕 所以即使它偏軟的這種設定啊 也不會讓它的操控性差到哪裡 在這種爛路之中啊 它的作動真的是比SX4線性很多 應該說車架感覺再更有韌性一些喔 所以你看即使現在的路況這麼差 我還是沒有絲毫的懼怕 喔喔喔喔喔大噴動 不過這個動力真的是讓人非常的滿意 因為即便它真的不是超快 0到100大概就是9秒內 但是也沒有快到哪裡去啊 可是扭力感就是非常的充沛 這邊 哇 很爛的水泥路 跳抬 跳抬 喔 可是你看 依然非常的流暢 就是在這種爛路之中的信心感 真的是更好的 我不覺得他很緊湊 因為他的圈速老實說 稍微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喔 你看這種時候 這個稍微有一點圈速的方機 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當然啦 可能很多觀眾會覺得 你說像這種TCS Offroad的功能 那可能像近期的這個 Subaru的Xmood啊 坐動的原理是差不多的概念 也沒有什麼 多值得拿出來一提的點 但我要講的是喔 其實SUZUKI早在Grand Vitara JP的時期 就已經有這種設計了 只是他們從來都 不去宣傳這一點 你們應該要感到驕傲才對 SUZUKI們 可能很多觀眾會不以為原 覺得說這就只是一條產業的道路 對不對 那你今天開的 也就不過是一台140匹馬力的 CUV 要怎麼去跟派克斯丰 那種馬力巨獸 去追求極致的意義去相比 可是一台在本質上 能夠給你信心的車 能夠帶給你快樂的車 就應該要能夠讓我們可以在 這一個陌生的路段之中 隨時維持的絕對的信心感 而且我必須得說 這一個扭力跟馬力的這個圖表 現在這一個Display起來的感覺 真的是太催情了 這車真的是怪得很可愛 就是有這一些小東西 會讓你在享受它的時候 覺得樂趣加費 可是又這麼的簡簡單單 哇 開始到了泥巴地了 但目前都還沒有遇到石板路 我們目前為止也跑過 不少的林道 走過不少的產業道路 挑戰過例行 可是我覺得 輕蝕給我的感覺 是一點都沒有在客氣的 這路有多爛 你有看到嗎 OMG 這真的是一場試煉 哇 遇到伐木了 OH NO 好 各位觀眾我們要等一下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有時間停止的功能 我排這個 SUZUKI啦 不是啦 狂人自主 哦 他們都是我們的雜誌啊 講說來山上拍試車啦 哦 塑膝也很好用 塑膝也很好用啊 對呀 因為他們都過十年了 過十四年 過十四年 這個嘛 吉他安西我也做西 我們這一條河也在做西 都開即興啊 對呀 可是我去一趟要繳三千塊 換了那個血匯器啊 這個也要換車啦 也要換車啦 這台要多少錢 這台九十億萬啊 九十億萬 哇 這些都是吉星車友的大哥們啊 果然 SUZUKI真的 升職庶民的心中 我說實在這個牌子真的是 一個令人感動的品牌 你看它不管說是生活 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休閒 對不對 讓大家可以很輕鬆 很沒有負擔的 享受森林之美 就像我眼前的這一座 看起來真的很像是夜靈的臉下 哦 傳說中的石板道路已經 抵達囉 我的老天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要停一下 我們要停一下 這個景象 真是讓人心碎 當然啦 我知道啊 有一些領地確實是有計畫性能在養育 在砍發的 但我昨天晚上也聽到一種說法 是經過這幾年 原民團體的領地之後 政府終於決定要把這一些 他們曾經的傳統領域之中的三領地 還給他們之後呢 領務局就開始了 我們砍發這些書 是因為他們認為 沒有這塊頓上的東西都是我有拆產的 不過這個路況也真的是越來越危險 很少會想用這個字來形容 但這真的是在我的經驗之中 數一數二頭皮發麻的路段 哇 開始變成純粹的泥泞的 而且我到現在甚至都還沒有用到 它的這個泥泞模式 因為你要知道在這一個段數字中 你其實是可以把前後輪的動力分配 再進一步的調整到60比40的 那如果是到Lock的話 就會完全固定在50比50之中 欸等等 那我來試試看Lock好了 反正現在碎屍那麼多 Why not 走 欸 出發 喔 可以感覺出來 循跡性 有著非常顯著的提升 衝啊 Suzuki 這我說真的啦 在第一次試駕 Vetara的時候 雖然 我對他的運動性 留下了非常好的評價 可是 當時我並沒有到那麼樣子的 理解他的好所在 我知道他的本質很好 可是他真的是 不是那麼的搶眼 但我說真的 經過這四天的相處 我真的無法不停止喜歡這台車 他會讓你開始重新去審思 需要跟想要的差別 而當你真的仔細思考 你到底需要的是什麼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才是你在找的 最棒的十一陸地 真的是太棒了 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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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到了 請讓我平復一下 史詩般的 爬坡賽 WOW 真的是 真的是只能用WOW來形容 因為不管喔 今天我們的結果怎麼樣 不管我們跑出來的成績到底如何 我都以這台車為傲 因為老實說啦 有很多車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我從來沒有辦法想像的是 這台樸實無華的SUZUKI 居然可以帶著我 非常餘裕的 還非常有信心感的 一路衝到這個山頂 就某種程度為人 顯然這台車並沒有跟當初 吉星 有所區別 因為他們 依舊都是在強調這種說走就走的特性 而且我認為 它現在這樣的設定 是非常好的 不過 重點還是我們要來公佈成績了 居民說 40到45分鐘 Google Map說 54分鐘 那到底我們今天 我們的O-GRIP 又跑出了什麼樣水準的成績 來嚇嚇我吧 我真的非常驕傲 各位觀眾 請容我為你獻上真正的普通派克斯風拉力賽車 天道上 我並沒有辜負你吧 真的太厲害了 Vitara Suzuki 不錯